有一个老观众给我留言 他说既然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既既旦中共又不敢一棍地把他打死 在这种现实下 是不是前几年的转移资产 是那明朝的前奏 大家都听说过 春江水暖压险制 是吧 有预造 就跟我们经常说的地震一样 地震也好 火山喷发也好 小动物忙着搬家 他比我们要 更容易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威胁 其实在这个社会中聪明人 他们接触到的整个社会的信息 比我们要全面 能够进行资产转移的人 往往在经济领域内 他已经获得了成功 在中国 但凡你在经济领域内获得成功的 一般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生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毛星雨 是吧 你别听他说一开口就是我爷爷 实际上他是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 即便是失败的是吧 有可能是基因的问题 但你别忘了 他爷爷真的给他留下来巨额的稿费 他是中国第一个接近亿万富翁的人 在大家还忙着挣钱当万元户的时候 他从中共的体系内拿到的 继承他爷爷的稿费 即便砍掉了一半 也是上千万的人民币这么一个规模 那么第二类人呢 第二类人是官员 官员的亲属 替他们具体干活的管家 是吧 二狗的白手套 他们接近权力 他们知道这条船 有可能要沉了 他们没有那么多朴素的真理 说是要去追求 为共产主义献身 为实现私化 为了在中国 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 他们只是借着为人民服务这个机会 给他们挣更多的钱 仅此而已 他们没有理想 他们的理想就是当人上人 就是永远骑在人们头上 不断的获得财富 钱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他们要的是政治上的成功 当他们认为他们终身奋斗的这个目标 过于虚幻 连苏联老大哥都倒台了 他们就会知道 这东西不靠谱 既然不靠谱怎么办呢 退而求其次 咱挣点钱嘛 所以真正从中国 能够获得财产的人 就是这些人 他们可能请来了一些顾红兵 请来了一些 生活在国外的 无论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帮助他们搭搭架的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让他们在中国的生意 做大做强 他们在照商影子的过程中 掺杂了太多的个人色彩 无论是为了完成政绩 还是为了在经济上 给整个家族翻个身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了 在中共党内非常直白的 暴露出来的一些数字 譬如说十年前公开的 由中央党校统计的 中国的裸观就有一百多万 实际上你知道 一千万都不止 远远达不住 你今天在海外看到的很多 来自中国的原产 于中国的这些成功人士 他们背后 都跟各式各样的红色家庭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有几个人说 完全是靠自己的 是不是 在国内当权 他们知道 有权不用过去作废 那么他们到了自由世界 到了画画世界 就能改掉这一切了吗 他们用来创业的第一桶金 他们出生时候 最逆寒的金钥匙 都来自国库 都来自 人民赋予他的权力 他只是把那支笔 通过那支笔 完成了权力寻租 都是权钱交易的产物 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呀 所以第一波能跳出去的 忙得搬遣的 是在中国已经获得了成功的人 这些成功 是他们背离了自己原先的理想 拿理想换糖吃 得来的结果 那这些有钱人都走完了 剩下来呢 剩下来是什么人呢 剩下来是穷人 是吧 你可以逃荒 你也可以跑路 更多的时刻 你甚至可以用 其他方法 去让自己转变身份 这些人 没有人们想象的 那么恐慌 所以你不要感觉到 有任何意外 他们有足够的机会 掌握了比我们 多得多的财富 掌握了足够的信息 他们才是 第一批逃跑的人 就像人们经常说的李嘉诚一样 发了一枪还没打 他就跑了 他会零跑 你别看他90多了 低多低多人跑得很快 对吧 因为他是中共 所有家族的代言人 他不单纯代表着 某一个家族的利益 所以你的内部斗争 他有多渠道可以验证 每个人都在告诉他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做法 他有自己的 分析人员 搞不懂政治 在中国你就做不了 大的生意 当你的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 你就一定要有 政治视角 否则的话 全完蛋 这就是现实 现实是 这个社会 早就出问题了 看到他出问题的人 早就有预案了 甚至有动作了 当我们都能看到 这个社会出问题的时候 其实该跑的人 早就跑完了 今天有很多人 还在 津津乐道 我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有什么样的准备 我预备怎么样 我有万全之策 真有万全之策的 早就不在中国了 什么叫烂明朝 你以为是金融烂明 然后破产的人 对未来失去希望的人 冲破国境线吗 第一批往外走的人 实际上面 他们还在整个国际社会 跟中国处于蜜月期的时候 刚刚开始有一些问题 甚至出现萌芽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跑了 这不是什么战略性的 分摊风险的问题 而是跑路 就这么简单 前半晚了 没有他们的利益所在了 他们就开始跳出来 这说自话 开始为下一个政权打底了 听起来好像都是民族的寂寥 翻翻他们的历史 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 剧本跟我们想象的不同呢 是因为真实的社会 它比任何一部电影电视剧 要更为复杂 实际上也更为残酷 只是大家都发自内心的 不愿意相信它 我们只相信 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 都觉得自己看得比人远 就像下棋一样 你看三部 我能看十部 是吧 心算能力 妙算强 对吧 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掌握的信息 是很有限的 我们不是后知后觉的问题 我们猜到的问题 猜到的答案 我们总是要别人来印证 美国之音报了 华尔街日报报了 新华社反向验证了 你才会相信 这事真的发生了 原先最坏的一些预测 都成为现实了 到这个时刻 还在那纠结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 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一个结束 或者说是一个结束的开始 在这之前能够有权利 参与到游戏 能够做决策的人 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要捍卫 当他们把自己的家搬完以后 他们在为你发生 实际上是为了打点一下 留一个底子 根本就不是为你着想 他从来就没想过要为你着想 为什么要为你着想 因为得着想来换钱吗 能带来更长久的利益 或者说对未来的保障吗 他知道这不现实 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参与设计 他比你更真实的能够理解 中国的现实社会 所以他们跑了 剩下来 穷人自救 有些人不愿意面对 腥风血雨 也准备跑 甚至等他们真正行动的时候 被国际社会视为烂民草 就是因为 你即便不愿意面对 但你终归要面对 中国的现实问题 这是大多数人被迫的选择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看見